大家好 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一盆兰花 又有棵老炉头栽种的 去年大概三月份的时候做栽种的 到了今年这个夏天了 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长势整个样了 芽已经长出两根了 而且这边虽然长得比较的难看 不过它也已经顽强的生长出来了 当时就是用老炉头栽种了 不过这个老炉头已经出现了一个干枯了 干枯的证明它往旁边已经长出了 比较好的兰花了 这是腐烂的老炉头 老炉头就是我们栽种了一段时间 三年左右的时间 一些老的就叫老炉头了 把一些老的叶片给它修除掉 把一些嫩的给它重新移栽栽种 就可以了保留一些老炉头 然后老炉头简单的处理一下 重新栽种就可以了 可以用到一些带生猛心 给它兑水融合中 做一个简单的 杀精处理 浸泡大概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捞出来 放到一个玩劲通风的位置 大概晾上半天到日天的时间 咱们可以挑选一些初极料 做一个移栽栽种就可以了 或者是使用一些软极料也可以 反正这两种极料也能够栽种 让它继续生长成活的 我使用的就是一些比较粗糙的极料 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花山鞋 还有一些极金鞋等等 一些初极料栽种的 栽种下去大概五天的时间后 给它浇冷水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矿泉水做浇灌 这时候最好不要使用一些养分 就是肥料给它吸用 因为这时候吸用肥料的话 对它的生长是有一点点不利的 因为它还在浮板机 浮板机的话 我们单单给它浇水 用一些矿泉水就可以了 然后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给它喂肥了 喂肥的话 我这个科技是给它喂了 这种兰科专用水溶营养液的 这种兰科专用水溶营养液 它是专门对兰科而寄作的一种水溶肥 里面所含的有机制成分 蛋白质成分微量元素是特别的多的 我们在给它浇灌的时候 正常的话 一般都是7天的时间给它浇灌一次 7天的时间浇灌一次 是比较适合在南方这些地区浇灌的 如果我们栽种在北方的话 10天的时间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一定要分清楚你所在的位置 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特别是在浇灌这个夏天 我们可以放到大概一瓶盖 一瓶盖就兑上大概1200毫升的清水就可以了 我们刚浇灌第一次的时候 不要放的太浓 我们再后继续给它添加浓度就可以了 要让它慢慢的适应 不要洗一下子给它浇浓肥 不过这些水溶肥不会造成伤害的 它的根一旦吸收到了 它就慢慢的长芽长叶的了 如果是使用一些远极料在做的话 咱们可以延长时间做浇灌就可以了 因为出极料它的保水时间是特别的短的 远极料保水时间是特别的长久一点 刚才也给大家看到过了 修剪下来的老炉头 兰花老炉头不要给它扔掉 这样简单的处理一下 中心栽种也能够让它成为一盘比较好的兰花的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方法大家掌握做好就可以了 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